现在我看有一些问题 现在有些问题 我现在先继续走 然后等一下我们一块回来这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会回答到 后面我们会整个一起操作 现在立法已经通过 然后他在整个过程中已经压缩的非常短 所以他在经过几周的一个讨论 然后在立法过程中 不是像平常会跟CPACA或者IPA 经过一个讨论之后再决定怎么样立法 所以他这整个过程非常短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需要制定的灵活性非常大 这个灵活性最后的标准 下放给了 基本上下放给了税务局的commissioner 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说 税务局来操作最后审核所有一些特定条款 所以在大家看到以后 会有一些细节条款 还是不是特别清楚 但大方向我们今天会讲 然后具体 然后有一些特别情况的话 也欢迎大家投问问题 然后我们会一个一个回答 另外就说也是昨天 也是昨天正式开始的申请 其实很多朋友 其实在星期日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链接已经开放了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 简介的开始 简单开始申请 另外就是孩子们现在在家上学 也是跟我们工作过程生活安排上 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补助的途径 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申请的补助途径 一般是最主要的一个途径 或者说大家经常看到一个途径 就是根据有一个雇主 根据雇主来申请 第二个途径就是自雇 比如说现在自雇的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 因为有可能就像我们经营了一个公司 但每年是雇主 就是他的一个business owner 就是他的个人没有给自己开薪水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给员工申请到 但不能给自己申请到 税务局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或者操作上的一些复杂程度 所以他会在申请表格里面 就让我们填 就大概有没有通过business participant 来申请这个补助 所以假设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生意 大概雇了10个人 然后同时加上雇主有11个人 10个人是在公司单上有显示 但如果11个人也是我们企业主 没有通过给自己发工资来维护日常的一些收入的话 所以就说这个条件 我们必须要通过business participant来申请 收入下降的两个判断方法 一个是basic turnover test 这是平常大家说的 就是说有没有降30% 或者是非盈利机构 有没有降15% 或者更大型的企业 就是1亿元澳币以上的一个收入 他有没有通过就是降过50%以上 这些测试标准呢 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测试 比如说我们生意已经经营了很多年 而且每一年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意 通过basic test 就是这种方法来测试的话 是很直接很简单的一个测试方法 但同时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意 还有我们客人方面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就是高速增长的一个企业 如果是他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突然受到病毒影响 这个怎么判断 然后如果是接手新的生意 去年没有数据 这个生意怎么判断 这是我们后面在单独讨论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在真正我们在天表格之前 我们现在要需要准备几个事情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说有就足够证据 足够证据呢 就证明我们的收入有受到影响 这个受到影响呢 就是说可以分两类 就是两大类 就是第一个就说是当月 或者之前一个月有受影响 如果是你的 比如假设说 就是说我们现在三月到四月 就是三月和四月之间 你的生意已经受到影响 这个受到影响的报表呢 分两类也是 一种是现金的报表 就是说你真正收到现金有多少钱 你的现金 收到销售的现金有下降的话 收局也同意 就是把这个视为一个满足条件 或者说你的就是应收款有下降 比如说假设你发了 发了tax invoice 发了发票 就是你钱有没有收到都不作为参考 只是做crew base的话 就是说根据你发的emots量的金额来判断 这也是一种判断方法 所以就是说你在跑报表的时候的话 就是说可能要看一下就是两种 两种情况来跑你的报表 就是说一种呢就是用crew base 就是平常我们看的p&l 如果你用excel或者说 zero的话你可以选择用cash base cash base就是说就是通过你的银行对账单 你收过收来多少钱 因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比如说我们是一种服务业 比如说会计公司在给客人发emots以后 现在很多客人就是比较困难 困难情况下的现金收款能力会下降 所以他的就是说发款就是说发的发票的数额 可能没有下降 但他收款能力下降的情况下 也是同样满足数据这个测试标准 另外如果是你的当月 还有上一个月每就是三月到四月 就是之间这两个月都没有任何达到标准的话 你也可以预测四月到六月之间 你的收入受到影响 如果在这个期间你的这个季度受到影响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从现在可以开始 补发员工的收入 但另一种情况可能大家就是一定要小心的 如果是你的预测是从比如说七月份 在七月份你的预测你的下降 在七月份会受到影响 七月九月份这个季度来受到影响的话 你满足条件 但你满足条件前提是 就是说你的dropkeeper发放是从七月份之后才开始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选择测试时间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好处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测试标准 就是只要任何一个月或任何一个季度满足要求 就是整个就是我们都会满足这个dropkeeper的申请的条件 但申请条件满足之后 就是你的发放时间只能是在 这个就是你满足这个满足这个时间之前的一个月 或者说现在这个月才可以发 假如说你选择的还有另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在选择的时间是六月份 六月份你发现你的销售会有或者你的预测会有明显下降 那我们现在能发放的时间最早时间是五月份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所以就是不像就原来想 就是说可能是任何一个时间满足条件 我们就可以开始申请 但这个时间的选择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基准 或者有一个把握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申请发放的时间也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小心的 去年的数据的报道呢 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生意的话就比较好比较 如果是完全新生意没有任何一个参照数据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要我们还要在等税务局的一个新的基准测试标准 因为现在就是说普通的标准 它现在已经公放 已经开始细节已经打开了已经很多 它叫basic test 然后如果是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如果我们要用新生意来申请的话 目前还没有细节规定 但如果是你把握不大的话 后面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看这个方面怎么样处理 也是case by case处理 就是这个会相对来说会困难一些 但现在如果是应该在之后的几天 之内会税务局会开放这方面的细节标求 之后我们要再一旦我们确定好 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日期 选择哪个月或者哪个季度测试满足条件的话 满足条件之后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马上要申请的就是migavid 这也是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收到问题最多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比如说客人说我们现在知道要申请这个补助 但怎么申请怎么登录 还有很多人就是现在就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该怎么申请migavid migavid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说它是一个手机上的一个验证码的一样一个东西 看给你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所做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看到就是说 它是把你的个人的信息收集起来 这里面收集的信息呢 只限于澳洲的官方的一些认证 这些官方的认证是包括基本上包括你四个选项 一个是澳洲护照 澳洲出生证 澳洲驾照 还有一个澳洲的一个就是medicare 这四个里面二选四选二 必须有两项你才能就是说完成这一个身份认证的一个 一个渠道 在完成身份认证以后呢 我们要登陆到RAM 就是说它这个平台呢 就是相当于一个身份认证 就是告诉就是说 跟税务局的其他的信息在联系 就是说在我这个身份的情况下 我能看到任何其他的公司的信息 有没有其他的服务可以参加 之后呢 我们才能通过这个认证之后 才能连接到政府的一些机构 然后网上平台的一些业务 这边基本上包括我们后面或者说现在比较 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说是 Business Portal 这个就概念上可能没有操作过的话 就是说会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 但其实操作过以后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把 MyGovID呢就是把你的身份认证的信息数字化 它把这个所有你的身份证件连到你的手机的上面的登录这个电子邮件上 通过这个身份认证呢 我们拿着去柜台 就柜台就像 就是基本上像我们银行柜台 就是RAM的作用 就是说它告诉你 就是说你有哪些账户可以看到 然后就说网银呢 其实就是我们像说的 就Business ID 就Business Portal 这些就是实际你运行操作 然后是实际呢进行一些业务往来的时候 这些你操作的软件 这些就是说它这整个流程是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它分了三部分来做 MyGovID 身份认证 RAM是告诉你哪些账户你可以联系 第三级呢 就是说你的政府的这些实际操作的业务上 这个就是说 它现在就是说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就是说 MyGovID 如果我换了邮件以后 我还能不能再次申请 换了邮件以后呢 你要完全重新做一次身份认证 然后这些身份认证呢 要把你的证件连到你的新的手机 新的电子邮箱上 如论如果你换了手机的话 一样的要重新操作一遍 那好处呢 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子邮件 跟你的之前的RAM 是完全匹配起来的 所以这些是可以联系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经常遇到问题会 纠结 放的名字是中文名还是英文名 这个一定要跟你证件的名字 是完全保持统一 还可以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就是这个RAM的话 可能会 大家会有些问题 如果是大家有这方面 还有一些 在MyGovID有些问题的话 可以在问题上可以提供出来 可以在点提出来 然后工资软件 之后就是说我们现在下一步 就是都要准备 就是工资软件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就是说在澳洲发放人工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快据软件来发放 因为就是说它每次发放软件的时候 在今年 税务局已经规定 就是说所有的payroll 至少是每个季度 要通过single touch payroll 来跟税务局来报告 这个single touch payroll的一个作用 它其实替代了 之前我们每年在7月 7月和8月份在做了一个报表 这个报表就是我们平常 拿了一张红色的纸 就是group certificate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像比如说个人退税 各方面我们拿这张纸去做个人退税 其实在之后去年之后 现在这张表已经不再需要了 它已经被single touch payroll取消 就已经被replace掉 它的single touch payroll 给税务局的开放的信息 基本上是告诉员工 现在这段时间 如果发放工资的时候 领了多少钱 然后领了多少钱以后 他有没有付super 有没有养老金是付多少 通过这个信息 税务局会去跟super 就是养老金的一些信息 再去比配 看他就是雇主有没有少付 或者多付这个养老金 这方面就是会给 税务局提供更大的帮助来 为了就是审查 就是雇主有没有按时的付养老金 其实他这个主要目的 就是也是在去年 过去几年推行的一个政策 也是让我们有了这一个工具 来申请这些这方面的补助 也是很大的一个 工作流程上的一个进步 之后呢 就是说可能大家会看到 这个员工员工需要填一个表格 我在这边已经打在屏幕上 就是这个员工填的表格呢 他是说 如果我们选择给这个员工 以雇主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选择给这个员工 来发放drop paper这个补助的话 那员工必须同意 因为有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的 这个员工是在不同公司 有不同的工作 所以他呃在过程中 他必须知道 他只能在一个雇主那边领到这个补助 所以就是说也是避免 就是二次二次发放 然后之后再退回 前这个呃这个麻烦 所以就是说呃雇主 呃雇主呢必须要通知到呃雇员 这个基本上是在你通呃 你决定要给这个雇员呃 开始呃申请这个补助的四天之内 要通知到呃员工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有这个表格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我建议呢 就是大家拿到这个表 然后就是呃雇员同意以后 你才可以他呃在网站上 就是引入他的就是这种呃申请 这些补助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自雇这边就是还有一个单独的表格 这个表格呢就是说也是在下面这个连连接上 就是说如果是你没有通过工资单呃 来给自己发放工资呃 但同时要呃呃又要跟呃 政府呢领这个jobkeeper这个补助的话 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自己填一张表格 但这个表格的话 其实这两张表格都不需要寄给税务局 你都要在公司保存五年 是刚才讲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现在我们呃大概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呃这整个流程 不知道这个大家能看到吗 就是说你现在呃在在我们这个公司啊 就是说已经呃登陆以后呢 登陆以后就是说你会最好就是说就最早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 就是在最上面就是屏幕最上面就会看到这么一个标语 就是说呃我们现在有 政府呢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呃补助条款你现在要不要链接 文1.view的话 他会带你到呃这个直接这个申请表格上面 呃申请表格上面呢他会告诉你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步骤 第一步呢就基本上是说我们现在要跟售局 呃呃呃呃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要在你的single touch payroll 你的软件上来开放 呃或者说呃呃填上这些功能 呃这个呢是如果你用软件的话是在4月30号之前必须要做完 呃必须要就是说把你的员工所有信息啊都已经选定是他们要申请这个补助 呃但如果是你没有用任何软件呃来处理呃工资单的话 税务局呢还会在5月4号之后呃给你开放这个平呃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呢就是说你一个给我们提供一个手工输入的一个平台 因为如果是你用single touch payroll 然后已经把呃这些报表交给税务局的话 税务局其实把这些数据都已经帮你提前准备好 只是一个审核的过程就可以做了 如果手工输入的话没有用single touch payroll的话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呃手工表来操作 之后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每个月每个月大概就是说每个月之后第一次报的是5月4号之后呢都是在每个月之后的7天之内报给税务局呃之后一会我们再讲一下有哪些需要呃在下一步一旦我们点了enroll 下一步呢就是说job keeper然后他就开始问就是说现在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呃基本的一个介绍 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他要跟你确认就是说我们呃你非常确认或者说你的呃你的数据已经告诉你 就是说你能够证明你自己已经满足这个申请条件呃申请条件满足就是说你的生意有下降呃足够多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你呃你是不是是一个呃非盈利机构 因为就是现在在呃三类申请呃机构之内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先问你就是说你如果是非盈利机构已经在ACNC有注册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呃是yes然后你的测试呃下降的范围呢就变成15% 但呃另一个就是说可能会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不包括学校跟university他因为他的管理方法毕竟还不一样 因为很多还是input tax方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方面我也在帮着学校的一些呃机构在联系这方面怎么怎么处理 现在这方面我们还在等一些消息 所以普通的话如果是普通生意的话一定要选no 选no以后呢他就问你是不是一个呃年收入在一亿以上的一个呃机构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的话也选no 之后呢他就会让你选大概你在哪个区间已经满足了这个呃满足了这个呃 满足了这个测试标准你的生意有下降3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你所选的月所选择的月数对你从第一次开始领呃 补助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一定要看好 第一个就是啊前的数据呢一定要数十 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确定你的数据或者你的呃估计的还有一个估计的预算的一个呃准确度 这个如果是呃你比较确认或者说这个的话你可以自己操作 然后但如果是你一旦有一些不信息有些信息不太确认的话最好是跟你的会计呃 有一些或者跟我们联系然后之后呢就说选择我们比如假设说我们三月份就受到影响了 或者说四月份受到影响呃如果三四月份受到影响以后呢你其实你在你的所有的补助啊就是从第一天就开始都可以可以可以拿到 如果五月份的话 你的turnover test的话 你的员工的补助可能会从 会受到影响 会从四月份开 可以四月之后才可以发 所以这个一定要大家小心 另外就说如果你还要再问你 就是说如果你选no的话 他直接就说你现在不可以再继续申请了 所以说如果你走到这一步的话 一般就是一定要确认你的销售 在这个时间段有受到影响 还有这边就有一个比较 可能大家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一些雇员 他是通过每个月来领薪水的 如果是每个月来领薪水的话 就是说可能比如说 他是从三月三十号就可以领薪水 所以在这段时间 一般是我就建议 就是说在把这个员工 他的两个payroll分成 一个payroll分成两次 所以他是两个 同时在两个4net里面 都有符合这条条件 这边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完全只是自雇 如果是sold trader的话 也就是说他做生意只有一个ABN 同时没有其他雇员 他这边在填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填零 就是说这两个数据都要填零 之后他如果说是参加 他用business来申请的话 他可以选yes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 他是没有员工 但他自己的话会有一个申请 单独的一个申请 所以他如果是有自己申请的话 同时他就会再问 就是说确认你的身份 一定要有PR 然后这个申请人呢 一定要有PR 然后有绿卡 或者说有澳洲护照 或者说有新西兰的一个永居 新西兰护照 然后有澳洲的一个444签证 可以在这边继续申请 也就是跟我们Centralink的一个五度条款类似 之后呢 你要填就是领取付款的一些银行信息 银行名 然后BAS BSB 然后还有一些account number 另外呢 就是说你要声明 你的填这些信息都属实 联系人是谁 之后呢 填完以后呢 就是Tickbox Declare 然后就Submit 这个就完成了 整个申请过程 就在税务局这边需要做就这些 其实相对来说 是比较直观 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 但也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些细节 比如说你现在 具体有几个员工符合标准 这个等一下我们到软件里面 我们看 就是说在Zero里面 他有一个自己判定的一个过程 然后但他会有个建议 但就是很多数据的话 还有就是说这些员工 能不能符合标准这些 我们还要自己核实 另外就是说 Business Participant 他自己要申请的话 他的一些填表格 这边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 所以就是说在 正好在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 如果是SoulTrader 然后没有RegistGIT的情况下 他也可以操作 其实他的填表格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GIT有没有注册 他这个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你可以不用担心 不像就是平常很多我们理解 就是说你的Soul 必须要跟你的Bus 是完全一样 这个是不需要的 完全是根据你的自己 自己来填申请 然后 李希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No Employee 对这个就是说你要放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因为你要用SoulTrader来申请的话 或者说这个公司呢 没有任何员工 也有可能只是Partnership 或者是Family Trust 或者公司 没有任何员工 然后但是生意主业主需要申请的话 一般在Empoyee里面都要填零 然后但选择是 我们要作为Business Participant来申请 比如这一步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上面这个要填零 下面呢就是要通过生意来申请 还有 Jaws这个的话 我可能就说在原来在2月份回来上班的话 这个我可能要单独给你看一下 因为他现在如果是原来在7月1月份 已经申请Annual Leave 他按说来讲 他有权可以申请那个Job Paper 但这个的话 细节上可能我们还要再具体判断一下 因为毕竟他是2月26号回来上班 而且现在是没有办法回来 就是说他的室友身份可能会有一些 我就担心这边会有一些影响 应该照理来讲 其实他应该是 他其实是可以申请的 但这个我可能单独给你再帮你再看一下好吗 还有一些问题 OK 呃这边Maggie 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关于呃 boosting cash flow 但他就是说呃 啊这个呃 呃 cash booster就是你在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他是在那个比如说我们交完bass以后啊 他会设计局跟上次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是bass 交完以后呢至少有两万块钱的一个补助 呃 现在呢 我有些客人已经收到了第一个一万块钱 呃 这些补助都已经收到了 所以这些钱就是呃如果你在售就有现款的话 一般这些钱是会被留在售局他offside其他的一些呃付款或者现款 但jobkeeper他不可以jobkeeper一旦你申请的话他必须pass through 因为你要发员工给发人工给你的员工 所以这个jobkeeper的售局是不可以保留 但呃税务局有权保留 就是说你的cash booster的一些credit 呃 casual 就是还就是我们正好在讲那个casual employee啊 呃 casual employee的状态如果是生意还在关的情况下 其实如果他如果满足条件 就是说在3月1号之前 他跟你呢有一个12个月的一个雇佣关系 已经长期的一个雇佣关系 呃 并且他没有在其他地方领取这个jobkeeper的话 你可以可以inroll 可以帮他inroll进去 他不需要必须来上班 你可以帮他发这些员工的薪水 所以这个没问题 呃 然后另外如果是他本身是没有薪水 你只是补足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啊 jobkeeper payment的话 其实这部分补足这部分呢 不需要付啊养老金 你可以选择付 但他不需啊不是必须要付的 所以在以后就是当等一下我们在设置的payroll的时候 就是jobkeeper allowances这一块 他是啊有一个选项 你就可以选不付那个super 所以这块也可以跟大家一会儿再确认一下 好吗 ok 呃 soul trader申请后大概自己准备什么材料给啊 ato审计哦 这个呃 olivia这等一下我们会 呃 把这边的一些信息啊需要就是比如说就是每个月结束之后啊 7天之内跟税务局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这个我到时候转给你就是说到后面会讲有一个准备 嗯 嗯 今年二月入职的permanent part-time是可以的就是joyce就是说这个是二他的入职时间呢是在三月呃三月十二号之前有入职啊有已经参加呃三月一号应该是三月一号之前已经是你的员工正式员工的话他是可以的 嗯 嗯 这个 ok 那我们先继续因为这些问题都可以 嗯 jack 这边还有一个三月或四月任何一个月的cells可以证明这样的30%都可以申请啊没问题这可没问题三月四月都可以因为啊 他这界定时间啊比如说他现在选的时间是六月份他四月份的时候就不能申请但五月份可以拿到 因为就是说你申请的这个时间段啊就是在呃你发补助呢是就是说在就是说你之前有呃之后一个月都可以影响就是说你现在呃六月份有受到影响那你五月份就可以发 但你四月份不可以发那你五月份有确定有受到影响然后呃你三就是在四月份就可以发但三月份那个就是他不是ending的话那要小心就是说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往前呃推移周呃一个月的一个有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是三月四月份都可以呃都有影响任何一个月有证明的话这个整个基本上整个全额都可以拿到 ok现在我们先继续然后因为问题呃稍微有几个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演示呃这个我们现在回到演示呃第二了呃呃因为就现在就是说不同软件啊其实它的功能都呃基本上类似 我现在就打不开 我现在登录了重新登录了因为它现在都都已经开始用二次呃审核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打进来好吗然后如果其实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就是说举手啊都可以关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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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放的有点大 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平常如果用Zero来做工资单 各方面都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个界面 现在就是说一般如果是要申请的话 就先其实不用做太多的担心 你可以先放到overview 然后可能你会注意到 就会多了这一个蓝色的按钮 如果要申请的话就可以直接点申请 然后这边会带你到一个界面里面 就是说他这个界面就是说告诉你基本上 这个是今天新家的 就是今天第一天家 昨天刚刚他们把这个开放出来 就是这个新家的话 就是turnover test calculator 他会把你带到这个销售上 就说你这个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 你三月有没有满足条件 现在之后 因为他昨天刚刚开放出来这个功能 现在只能看三月份 之后他会看到不同 比如说四月五月 或者说之后几个季度的一些对比数据 比如说现在就是说 你还是写在这边可以选 是你用哪个方法来测试 用cash还是cruel 这边的话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测试版本 所以就说比如说假设 你的收入是大概这么多去年 然后今年有降这么多 然后这样就会看到 就是你实际下降会有40% 这个测试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测试 然后他的设置方面 就各个方面 其实他的emade也是时间比较快 所以这边设置有些数据呢 跟你的实际的pnl 你的财务报表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说我建议还是说 如果你有做的话 尽量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是不是真正符合你 我们税务局的一些标准 然后这些没问题 情况下我们就回来 我来这边就说 他就告诉你第一步呢 就是说在就是ATO enrollment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些 基本上把这些数据都放进来 就是说都把它都调整过来 这是我们就是 就刚才我们所做的 BTSPoto做的那些 Single Touch Payroll Setup 现在如果你的软件还没有做 这个Single Touch Payroll Setup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做 因为我另一个客户 今天早晨他们在9点打电话 11点钟还在等 就是Single Touch Payroll 这个认证的一个过程 所以尽量PK高峰期 因为一般早晨的话 大家都准备打电话 然后PK高峰期 但也是尽快做这个东西 尽快做这个认证 打开这个方向 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可能 大家可能没有试过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可能 这个就是Zero里面 会把所有的现有Payroll的信息 会调出来 他会把你的员工分成不同类 比如说Potential Inlegible 这个的话 他基本上会选择 就是说比如说 他的雇佣关系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不是在3月1号已经开始了 还是说如果他是casual的话 有没有雇佣超过12个月 这个他会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筛选 在筛选过程以后 就还是要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边他不会知道 你任何你的签证问题 你的签证怎么定的话 如果是你没有更新 你的Payroll软件的话 其实他这些Payroll Resident这些测试 他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你的Payroll信息 可能现在还没有更新 他在有的信息情况下 会做一些基本判定 然后你这些的话 一定要看好 比如说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employee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不是满了16周岁 这些都要判断一下 如果是确认完没有问题的话 就start start jobkeeper 你要选择你开始的时间 这个开始时间 也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的测试时间 也是以这个为准 就说你不能在 假设你的六月份 受影响的情况下 或者你七月份 受影响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你不可以 inroll他们 现在还太早 所以你要等到时间 合适以后 你才可以申请领 所以现在如果是你有 inroll jobkeeper 但你的时间还没有开始的话 现在这些功能 一定要就先等到 你满足条件情况下 才可以申请 但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要注意的 特别小心的 就是说你选了时间以后 这个是不能再次修改的 如果要 已经safe for reporting 已经填好 但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问题是错的 这个如果要是错的情况下 一般我们要就跟 就是跟我们的 Zero support去联系 然后这边就 现在这因为也是个测试软件 现在还可以改 所以就这个的话 一定要一定要小心 这个是不能随意改的一个数据 一旦就是说你inroll完以后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做完这一步了 要回到about 然后你可以再继续往下走 这边做完 然后Zero instruction 就是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设施 就比如说像那些员工 员工在补助发放薪水的时候 比如说他这个是for net 假设他这个员工 这次薪水呢 大概他说这次是年薪 假设我再加一个薪 假设他工作 20个小时 每小时呢 大概25块钱 所以他这次薪水呢 只有500块钱 500块钱的话 其实他是不够 不够就是single touch payroll 就是一个领这个薪水的 这一个 因为他是for net 所以他还差了1000块钱 1000块钱怎么补助呢 就是说你们现在数据里面应该已经有了 现在就是实际数据里面已经有了 但这边我还要帮你们setup 呃 pay 大家回到就payroll setting payroll setting呢 然后呃payitem 如果你还看不到 那个dropkeeper这个item的话 呃 这边其实已经有了 这个是我们 就是Zero已经帮我们设置好的一个 啊top up的一个allowances 呃 这些就不用改 基本上就维持他的现有设置 然后他的呃 equence account也是呃 普通的你的呃wages 然后呃 这个是不可以选examperm啊 paygwithholding 因为你还是要给员工做代扣税 但是你可以选 就是这个是呃 不用付super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 就是把这个呃 勾子去掉的话 就是说你还是愿意帮员工付养老金的 呃 另外就是说这个数据呢 也是要被呃 报告在w1 你的bass上面 所以就保存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 为什么这个员工不可以选 我先假设先用这个就是正常的话 其实员工里面他可以选 呃比如说他这边就是他现在其实不用fix什么样就是大概1 然后比如付不足1000块 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就达到他的这个这个范围就是说他睡前 那deduction的话就是这也是最大事然后这个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保证呃保证他的睡前是满足要求的 然后如果我们做pay run的时候也是在讲pay employee 呃我知道这边有几个朋友就是说现在用myopmyop这边也有啊专门的讲解视频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要然后我到时候发给你们他会有一个蛮详细的一个啊操作步骤 呃这些就这次看正好他的样本数据里面是都是满足条件的 看我这边能不能加 哦jobkeeper 在这个选项正常的话其实他应该在这边啊让你可以就加啊top up 假设他是因为stand down只工作了10个小时 那他只有这么多钱那我们要把这个钱减度1500减去 这样他就这已经出来了嗯他没有减 假设就先这样算 假设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要补足的金额然后这个金额的话也是根据啊pyg各方面都算出来 他会帮你把pyg算好养老金如果他不需要付养老金的话他不需要再付这些就是这个啊例子里面就是他这个养老金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点而且他这个也不是9.5所以这个例子不太好但就是基本原则一定要确定就是他的gross earning是啊1500块钱以上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嗯之后呢就是说再close 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如果是 就是像他这个就还没有fault给ATO fault给ATO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点就是这一页测试希望是可以 这个就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就应该都在有操作过 嗯这些做完以后呢single touch payroll 他还有一个single touch payroll report所以这个做完以后呢一般就是这样filing就在zero里面就需要做东西就已经就完成了 因为这边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 再回到刚才的checklist 然后monthly declaration这这部分现在应该是 dero还没有完全做完他现在还是依靠我们手工来报但嗯 嗯听就是说现在zero的消息呢就是说他想要把这一步也都自动化但现在还没有 如果没有自动化的话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后边需要做的事情 嗯还是会就如果是没有自动化的话就是每个月7号啊就是说现在要向税务局呢呃提供表格确认就是符合标准的员工数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呃上月呃上月的就是当呃就在7号7号上个月的当时的销售实际销售是什么下下下个月的还就是也是其实也是当月就是说就是在7号那个月的呃呃 呃呃呃员的预测销售会有多少然后有没有任何员工已经离开这个岗位然后有没有要需要更新的一些数据这些基本上是我们需要填的数据这个数据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例子但也会在bc portal或tax agent里面去呃可以填填填这个数据 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就要回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基本上是确定呃雇主是否符合标准员工是否符合标准 然后呢确定就是所有这些员工一旦他们符符合标准而且你要帮他们带申请这个payroll呃呃就是job keeper这个payment的话就是一定要确认他的税前的薪水呃满足1500块 呃呃另外就是说开始就是20号开始其实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刚才在apom呃呃呃 physiologypal添的那个表格要申请啊 5月4号之前,向ATO就填报表,就第一次的报表,就是我们要有几个员工申请,然后确定一下这些人数,然后之后他会帮我们发放这些金额相对应的金额的钱补助。 手工注册,就是如果是没有使用那个经过Touch Payroll的时候,也在4号的时候也可以开放申请。 这些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开放申请以后,这个总的金额其实大家也会看到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如果假设我们有10个员工符合这个标准的话,然后总的数量,如果从第一周开始申请都可以满足到9月份,总金额大概就是13个Fortnite Payment,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总金额会在将近20万左右的一个金额。 如果雇主,然后也不包括在这个10个人里面的话,他还有一个1500块额外的一些补助,然后这个每个人大概是将近2万块钱的这么一个补助。 所以金额上非常大,也是大家一定要就在填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自己预测也好,测试数据也好,就是当时所做的这些测试,一定要保存好所有的数据,确定就是数据准确性,还有一定的依据性。 麻烦的问题,如果公司收到的ATO发放Jobkeeper Payment,对,大家在事务局,如果是比如假设说你在下个月啊,就是说你假设你收到五个人,比如说五月份你收到五个人的补助, 这五个人呢,大概就是每个人会,就是如果Falign,两个Falign都有的话,是每个人3000块钱,那五个人的话是15000块钱,你会收到这笔钱是没有GST,但你要继承income,就是这个income的话是要交税的,不像,如果是现在你有一些cash booster的钱已经收到的话,cash booster钱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要批评别对待,然后分成两个account,一个是放在government grant taxable,然后另一个是government grant tax free,这个两个一定要记清楚,但这两个里面都是没有GST的,所以这个要分开记录。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会提供一次免费讲座,希望就是大家能了解到怎么样自己申请,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一个讲座,然后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个讲座的话也是免费,然后如果是大家能学会的话,就是也是希望能帮到大家,但如果是你需要我们帮助的话,这是我们的价格表, 基本上就是说第一次雇主审核条件的申请,就是说认证,然后我们会发一封信,然后我们会说现在是收入多少,去年收入多少,你要确认,然后我们也就说会发一封信,确认你的这些提出的这些申请是合理,或者说在我们范围之内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个的话也是大概就是260块钱不包GST。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每个员工在帮你单独审核,然后确认的话,这是每个大概50块钱一个人,之后呢,在数据,刚时就是我们在ATO天那个张表,Business Polo天那张表,如果我们做的话大概260块钱, 然后之后呢,每个月月报大概也是260块钱,因为这会有一个过程,然后看大家的接受能力,然后毕竟金额比较大,我就是觉得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就是说如果是税务局如果有审计,如果有任何的一些询问的话, 它是普通来讲,如果税务局的一些审计,它就是包括在审计保险里面,就是像跟我们之前买的就是Audi Shell,它是包你的会计费还有审计费,但如果是Jobkeeper的一些审计的话,它其实不包括在你的审计费用里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说因为有客人在问,就是说如果要审计, 因为毕竟金额很大,而且非常仓促,它的审查力度应该会比正常的BASO各方面会严格一些,所以审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可能,所以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就不包括在审计保险里面,所以你的文件一定要做得非常仔细,非常详细才可以,之后呢,还有另一个就比较麻烦,就是说4月份,如果是3月份或者4月份,然后这些员工还没有发人工, 我们要在申请Jobkeeper之前呢,帮他申请之前,我们要把他员工补齐到 1500块,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我看 看大家能不能做完,如果能做完的话最好,如果不确定的话,这个我们也有一些 就是大概每个员工100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 这个会cover到我们一些成本,然后 这块我自己也帮客人做过,确实有一些复杂 所以大家量力而行,如果能做的话,简单问题我可以帮你们回答 但如果太复杂的话,我可能建议让我们的会计帮你们协助完成这个动作 这个之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等一下我们回来再看一下大家这些问题啊 然后就是说还有另外就是说一些时间点,就是现在呢,如果是你还没有注册进口Touch Payroll 但你又有员工,又有用会计软件的话,一定要尽快注册 然后你刚才去进到那个刚才Deal那个界面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有没有申请成功 这边就是这一项一定要检查一下,看你有没有申请成功 如果申请成功的话那太好了,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这块你可以省掉 但如果这个还没有申请的话,一定要尽快开放,如果尽快打开这个功能 2019年退税,这个就是说也是在Cash Booster,还有Drop Paper的时候呢,就税务局提前提的一个审计条件之一 他也不是说非要让你在提前要把你的Tax Return交 因为毕竟大部分Tax Return都在5月份,今年5月份才要按时交 但有一些客人呢,就是说其实已经做完了,我觉得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尽量还是尽快把2019年退税交,他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你这个生意 在去年还有今年有一定的经营成本,还有一个经营的一个 经营动作,然后他确认就是这个生意还是 还是可以发放,确保就是说我们就审计分险会低很多 Bath,就Bath一定要按时交,因为这个我们在谈Drop Paper,虽然说金额大 但也不能说免掉你的Bath,还有Cash Booster那部分的补助 千万不要晚,如果那个晚的话按说来讲是有权可以拒绝你的申请 之后呢领完钱,然后领完这些补助以后啊 希望在之后的几周之内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消息 就是比如说零增长啊,或者说生意再逐步开放 这段时间其实是我感觉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大家把这个生意啊 各方面模式稍微收紧或者调整的一个机会 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或者有什么要求 然后或者说想要看自己的经营状况 或者一个经营理念后面怎么样一个经营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服务可以帮你们做一些生意复苏的一个计划啊 或者现金流一个规划 毕竟今天我们没有谈的就是还有一项就是说政府里面还有一些贷款 就免息贷款的一些补助 这些合不合适,我们要不要拿 这些我们觉得可以考虑 然后如果你的现金确实紧的话 最好是现在我们先付出于行动可以开始申请 而且昨天我跟CBA也聊过 然后不同银行第三方银行也聊过 就是他们还是倾向如果这些申请的话 还是尽量通过你现有银行去申请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联系一个就是banker或者broker 去帮你协商这些问题 其实可能现在现金不会太紧 但之后几个月或者之后一段时间 因为整个经营还有整个生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够不够现金 如果现在有一些钱留在手边的话 会有些资源留在手边的话 其实会蛮保险的一个情况 现金规划一定要提前做 然后生意计划是不是要改 之后如果你的生意 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或者你复苏比较快的话 你的税务方面情况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 所以我建议就是今年的话 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是跟我们提前约一个时间 因为现在4月份其实已经开始了 就是tax planning的一个时间 我们约一个时间 然后看不同的package 看哪个合适 就是帮你们做一个 其实整个如果是一起做的话 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可能会省一些时间 大家可能会对自己的现金流 现有现金流比较放心 之后要不要交税 会比较有清楚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有需要 类似这些服务的话 一定要提前给我们 因为最近时间其实蛮蛮紧的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可能是 如果是大家通过家庭基金 来做这个生意的话 家庭基金在每年的6月30号之前 都要做一个business distribution resolution 就是这个这个记录呢 是税务局要求必须在6月30号之前完成 这个记录呢是基本上给trustee呢 就是收托人来为这个基金的一个税务分项 会税务分流的一个计划 做一个简单的 或者一个基础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今年我们有 可能会有这么多盈利 这些盈利分给谁 怎么样定 这个税务局要求必须在6月30号之前完成 因为毕竟家庭基金的分流能力非常强 税务局呢也是变相的 就是想要控制这些 就是不想让它再太随意的去分流 所以在6月30号之前 这个文件一定要做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这些文件给客人 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已经收到 如果你有家庭基金 还没有收到这些信的话 一定要跟我们及时联系 嗯好了 这是基本上今天我所要讲的 就是然后这个是旁边这个 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 利得会计的小助手 就是说那个微信 如果大家需要加微信 跟我们保持联系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来加我们的微信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回到问题上 如果有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啊 就是说现在他下面有一个举手按钮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 问问题 呃我现在回刚才有一个 这次 呃这次这个 呃 这次作为 呃作为雇主在什么情况下 呃作为雇主在什么情况下 或者有什么理由 可以不帮助某些 合规则的casual 员工申请drop paper吗 他casual 嗯 其实 这个很难 你要拒绝申请的话 其实 会有一些难度 比如说他现在 呃第一个就是说他 呃他如果是在你这边是casual 他在另一边是part time的话 其实他必须要选part time的员工 那个工资 呃那个工资才行 另外如果他填了表给你说 他要通过你这边申请的话 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可以拒绝的办法 嗯 也是会多一些 嗯 多一些就是说 除非你就是说他已经不在你这上班了 或已经没有这个雇佣关系了 可以就有权拒绝 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难度 嗯 Jack 这个的话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跟那个HX那边联系啊 或者我跟他那边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 这个我还真不确定 他能不能完全完全 呃完全拒绝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if i get wages from another employer but I'm also so trader 嗯 这个呃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员工 嗯 是有领PYG 有领薪水 同时呢我又是自己又是有一个ABN 有做soul trader 嗯 可以考虑 就是说在这个的话你要看怎么样呢 在哪一方面申请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如果申请soul trader business participant的话 你必须只能在你这边申请 如果你一旦申请的话 你雇主那边再帮你申请的话 你必须要拒绝 你可以说两边都申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嗯 business new 如果有ABN soul trader的话你的收益有下降 这个证明上 其实如果你只是一个 soul business 可能会相对来讲 会稍微难一点 这个稍微也要稍微 稍微小心 嗯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以 但同样一样就是说你soul trader 你要自己申请的话 一定要满足那些条件 说你的啊 你的薪水 比如说你的那个收入 soul trader这边收入有下降 嗯 但你不能说你的薪水有下降 然后来去申请dropkeeper 这是不可以的 嗯 Olivia soul trader申请以后大概 啊对 这个希望能达到你个Olivia 就是说这个 希望你就说你能刚才需要那些东西 能给你一些基本资料 就是soul trader这边 可能你要自己要证明 就说你的每个月的收入啊 各方面 一定要记得很清楚 inverse如果没有准备 只是根据cashflow来 bank statement来记录的话 你的 你的bank statement bookkeeping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现在提前准备 然后准备好以后你有足够证据以后再申请的话 总会比以后再整理这些信息会 呃及时很多 而且就是说bookkeeping就是说你怎么也要也要做提前做 然后大家都会比较比较有把握嘛 嗯 嗯 你好 如果下一个公司两个以上shareholder或director 他没有帮忙生意 但没有拿工资 嗯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挺好 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公司啊 有两个以上的director或者shareholder 嗯他们呢都在很积极的帮助啊 帮助公司来就是在打理生意啊各方面 嗯 只能申请一个 他现在就是说现在不能就是说他们呃同一个公司下面只有一个business participant 只能领一份的钱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 然后他们之前可能最好协商好 就是这是谁领 嗯 因为他有单独的表格就是business participant 然后自己要申请的话他有单独的表格 这个一定要确认 嗯如果你要再有不清楚的话可以就是加加微信 然后各模再单独联系这个应该比较确认一个business 一个business participant 所以但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director或者任何一个shareholder 呃前提条件就是他们有呃澳洲的这些问题 嗯 shirley 我看一下 shirley你看你能呃你现在能讲话了吗 你现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讲话 shirley 我现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听不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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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